不管你收入有多少,有三件事,我劝你千万不要做,如果你做了,不管有多少钱,都有可能一夜回到解放前,尤其是最后一件事,特别要注意,就连我都差点上当了,第一点,千万不要相信某些明星超低价的直播带货,我昨天晚上就刷直播的时候,发现很多直播间清一色的9块9,19块9的大牌口红,还说是什么明星自掏腰包补贴观众的,说实话呀,不管是买预期卖酒, 还是卖化妆品的,我拜托大家仔细想一想,人家明星为了直播是干啥的,人家是来挣钱的,人家不是来做慈善的,就最近啊,咱们这一位老艺术家潘先生把茅台酒就翻车了,原本几十块钱的贴牌酒,愣是因为明星光环卖到了成百上千,更别说其他主播了,以后啊,那种一看价格就不正常的产品有一个算一个,全部拉黑好吗,答应我,第二,千万不要炒外汇, 和期货,你在互联网上能够接触到的所有外汇投资平台,全部都是庞氏骗局,要知道国内网络炒会是非法的,是不受法律保护的,所以那些要告诉你什么炒外汇赚钱,还有什么老师在你稳赚不赔的,你赶紧把它拉黑吧,我有个朋友啊,就被骗去炒期货外汇,还加了一个群,结果最后才知道,那个群里 一共60个人,里面有50个都是和骗子是一伙了,傻稳赚不赔,根本就是杀猪盘,大家千万别信,这第三个呢,可以说90%的人都上当受骗过,那就是咱们每天都能在超市门口看到的抽奖,全国各大商场,公园门口的抽奖,可以说都是骗人的,之前呢,一些人也是深受其害啊, 这买完东西,咱们从超市出来,就会有人拦住你说,凭这个购物超市的小票可以抽奖,哎,咱们一听是免费抽奖,那咱们干嘛不去呢,就去了呗,然后工作人员就会把我们带到一个卖玉器的柜台面前抽奖,然后运气很好的,我们就可以抽到特等奖,2000块的优惠券,这本来3000块钱的玉器,咱先用完优惠券,只需要几百块钱了,你试试不动心了,那恭喜你被骗了, 其实人间这块玉器啊,成本可能就十块钱都不到,一般人根本没有辨别玉器好坏的能力,稀里糊涂的就买了,结局就是工作人员含泪,赚了你几百块,而你只能当一颗任人宰割的韭菜,这钱呢,是赚不完的,但是一定能够亏完,希望大家能够牢记住这三大骗局,一定不要被割韭菜,不管你收入有多少,这三件事,我劝你,千万不要做,如果你做了,不管有多少钱,都有可能, 一夜回到解放前